咳咳 偷禮 怎麼掛掉了 好 哇 GG 好吧 我們要來看一下RP了 剛剛的設定完全沒有改變 然後呢 Use Dream就突然斷掉了 他就突然自己斷掉 我的直播還開著 直播的程式還開著 然後他自己斷掉之後呢 自己又跑回來 這個非常莫名其妙了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這裡呢 這是 GAME ONE X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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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毒爆從上去 那麼Pro剩下一個礦在挖 同時呢 刺蛇塔蓋好了 刺蛇塔蓋在哪裡 這邊有非常多的弓兵沒有在挖礦 三礦被打掉 但是Pro的二礦也是悲劇 這邊有六隻的虛空 第七隻準備出來 好 我就加二了 虛空準備又要去三礦 這個時候呢 這邊小狗又來鬧Pro的副礦 但是同時呢 這邊的虛空數量非常多 這邊的黃金分礦被打掉 這個時候呢 剛剛就悲劇了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時候開始 好 這個時候呢 呃 十年呢 拉了他的撫飛過來做腐化 然後呢 腐化了所有的虛空之後呢 先點掉 先點掉巨像 然後呢 小狗上來 小狗上來吃追獵者 追獵者無法呢 攻擊 撫飛 好 這個時候呢 有刺蛇 好 這個時候呢 刺蛇繼續出來 更多刺蛇出來了 好 刺蛇更多了 好 這邊 然後呢 這個時候 而Pro就回來了 被拉回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呃 十年呢 有一大票的小狗呢 可能可以再過來做二礦的騷擾 好 直接要過來了 那麼這邊所有的虛空呢 呃 也是往回家的路上 十年這個時候呢 是繼續的再出 繼續的再出刺蛇 那Pro Rush這時候比較悲劇的 就是他剛剛的 呃 這個什麼 VB呢 被點掉 所以VR沒有辦法出巨像 那麼 就因為這樣喔 那最後呢 整個經濟輸掉呢 Pro就喊出了GG 這邊還有六隻的虛空啊 可是呢 這邊的刺蛇數量 絕對是直接海過去就贏了 好 剛剛斷線呢 非常非常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Ustream的關係吧 好 我們要來進行第二場呢 冠軍賽 如果這場 呃 這場 呃 什麼 十年贏的話呢 那麼就 BO3呢 就結束了 那冠軍就是十年喔 那麼滑鼠跟鍵盤就歸他了 那但是如果是Apple 呃 Apple呢 有贏的話呢 那麼就 1比1 哇 這張圖 好啦 我們要來進行第二場了 各位 好 Pro呢 現在在12點鐘方向 紅色的神竹 對上十年呢 在這裡是1點鐘方向 呃 粉紅色的蟲竹了 那麼在這邊呢 是廢料處理場 那麼在這邊呢 是廢料處理場 好 第一隻蟲呢 準備要往12點鐘方向前進 這隻蟲的要去的點呢 就是大概這裡 那麼看一下呢 BG 看一下這邊是蓋BG來賭門呢 還是呢 呃 野鏈場來這邊做分礦 又或者是呢 完全沒有看到東西 那其實是兩個BG在這邊賭門 一個BG一個BY也是賭門 那同時 Pro呢 在人口9的時候蓋下了水晶塔 人口補到10 水晶塔好了 第11隻的弓兵也可以開始蓋 然後馬上加速 好 這張地圖 你若是人類玩家的話呢 我們今天好像都沒有看到人類喔 你若是人類玩家的話呢 你這邊的補給站呢 盡量不要蓋太多 你如果蓋兩個補給站的話呢 遇到毒爆就悲劇了 不知道要守哪一個 補給站可以蓋在家裡喔 然後在這邊用兵營來賭門 好 這張地圖 呃 神族 如果是樹鳳凰的話呢 很威猛喔 因為距離非常的近 四隻鳳凰過來的話 呃 蟲族呢 通常就是會比較難擋 那麼可能 如果還沒有二本的話 那媽媽呢 可能真的是會一直 你知道一直掛掉一直掛掉 那你需要趕快出進化室 才有辦法擋住 好 而破呢 這個時候第一個的BG蓋好了 要來蓋BY 用BY也是賭門 好 而破呢 蓋下了第二個瓦斯處理場 那麼十年這個時候蓋下了四隻小狗一隻的後蟲還有狗樹 那麼瓦斯剛剛挖好 剛好一百一百呢 就是瓦斯一百的時候呢 就 就退了喔 那麼繼續的 挖錢 挖礦 好 來蓋分礦 小狗呢 來這邊做探查 看有沒有任何的水晶塔 這隻小狗也是要來做一下探查 探查的很漂亮 這個常常會有神族跑來這邊蓋水晶塔 偷蓋 那或者是呢 或者是可能這邊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沒有被發現的話 到時候傳兵去鬧惡礦呢 蟲族就麻煩大了 好 第二隻的後蟲開始蓋了 繼續補弓兵 那麼 而破呢 在這裡是第一隻的追獵者 然後有一隻狂戰士在賭門 用了兩個加速 好 還有兩個加速可以用 好 這邊有個黃金分礦是比較遠的 那如果 蟲族玩家呢 覺得自己有優勢的話呢 可以跑去黃金分礦蓋 那麼對方也比較沒有辦法去做攻擊的動作 喔 星際之門了 兩個BG之後呢 蓋下一個星際之門 兩個BG還是在這樣 兩個BG還是在這樣